在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小马路 它们分布在上海9个历史文化风貌区 就像流淌着的文脉 串起了城市的历史印衡和人文情怀 今年上海之下国际消费记 围绕上海小马路的不同特色 打造不同主题的街头活动 不断创新消费场景 带动街区消费升温 我所在的淡水路是上海一条 有着百年历史的小马路 紧邻新天地商圈 写满了上海新旧交替的城市记忆 在这条全长1600多米的小马路上 汇集了有近百家的便利店 书吧 花房 咖啡馆等多元业态的零售商铺 是上海横复历史风暴保护区中 生活气息最为浓郁的街区 最近这段时间 下水路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抬头艺术展 白色的衣服上印着诗歌 挂在居民的亮衣杆上 吸引着过往的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走在马路上就仿佛回到了 八九十年代的弄堂里面 就是我刚走过来的时候 看到艺术作品在那里 你需要抬头才会发现 还是藏了很多的细节和彩蛋在当中 我们从绍兴过来 走到这种巷子里的话 小马路上就感觉 整个步调节奏又感觉很慢 很有意思 记者走访了解到 抬头艺术展刚刚布置完成的首个周末 但水路便迎来了客流高峰 沿街小店挤满了分治踏来的游客 部分商户的营业额 较此前增长了两到三倍 以前每天只有平均的 15到20杯左右 我们活动当天 以下午又做了四十几杯 给我们带了很多的客流量 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活动的话 对我们商铺帮助是很大的 每一条马路上的门店 都代表了这条马路上的气质 我们在这个活动中 也合作了上海的 九十多家的小店 那么我们希望用户在体验 小马路逛吃完之旅的过程中 也能走进门店 体验不同门店自己的特色 围绕各自的街区属性和文化特色 上海长乐路 南昌路 渝远路等八条小马路 分别推出了不同主题的打卡路线 国内外游客可以用城市漫步这种形式 深入感受不同的街区文化 与沿街商家进行集中互动 推动街区消费持续升温 上海的一种特色是可以把一些传统 还是一些古老的一些风格 和很现代的一些风格 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感觉在马路上 这个是最能看 最能容易看得到 我感觉这个差别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非常city的一个经历 感谢观看